Hello 大家好 我是凌晨布卷 位在京华街的这一排日式宿舍与御常 是日之时期台北行务所的官设 现在正在进行修复的工程 修复这一整排宿舍群首先必须厘清 各部分有关建筑构造、材料 因台北行务所官设建筑本体改建多次 为了能对建筑与环境的历史脉络与构造方式 有清楚的了解 以帮助日后建筑修复方针的拟定 及再利用规划 究竟要怎么样去考究及修复 就由徐玉健教授及主持人孟璇 来为我们介绍吧 这边就是行务所的官设吗 对 行务所就在我的右手边 那么是非常大的一个监狱 日据时代 但它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这些宿舍就是里面的职员住的地方 那目前的修复规划是什么 我们是根据历史分歧 比较讯号多的 我们就是用A级 那依次递减就是ABCD 不同的重要性 不同的历史分歧去修复它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啊 哇 这栋是什么啊 看起来好酷哦 跟其他栋好像不太一样耶 这栋是公共浴室 它是红砖灶的特色 红砖灶是清水砖 日据时代的话叫做机器砖 机砖它的气法完全仿欧洲的 你看一个横的一个这样的树气 一个横的一个树气 就是它有规则的 更难得是还有钢筋混凝土 跟它结合在一起 钢筋混凝土有什么特别的吗 现在觉得钢筋混凝土 是一个普通的东西 但在日本时代是很进步的一个技术 所以看它这个羽皮 这个羽皮现在很残破 但是你仔细看它的配金 就是钢筋的配法 还有它做的牛腿 这个牛腿还做的很细致的装饰 我觉得很漂亮 我们等一下去看看 日本木结构宿舍 好 这个叫木则七十臂 这个外面将来就是像这样 这是高级的叫做 七十臂的工法 那这边这个是有筍头的 这个叫做雨淋板 这雨淋板真正在这个地方 你看它这个有非常细的筍头 这个木板都是整片的 而且用筍结 讯号非常丰富 多元化 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这个叫床 但是它讲的是地板 这个下面就是有架高的木柱 下面还有房巢的 上面再加横的 再加这样 上面再木板 这边就是刚刚讲 那个主体的建筑 后期的光复后 大家住进来以后 空间不够用 因为搭起来 搭起来 然后这边你看浴缸 那种敦式马桶 这种都是光复后的 海北城拆掉以后 下面很多石头 他们拿来做监狱的围墙 这个就是B级 被火烧了一半的 这个火烧了一半 我认为很有价值 将来准备 我用钢结构把屋顶撑起来 这个烧掉的 放到钢结构里面有玻璃 大家看到这个状态 里面还是可以用 但是这个就会显示出 这个跟刚刚那个 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B级 叫残基的美学 远远那个是光复后的 那是C级 还是看得到残骸 B级是什么 D级是什么都没有 是希望把这个 看起来像废墟一样的 在城市里面 找到城市的人文意义 是古籍保存 未来的愿景 古籍 历史建筑的保存 不仅包括外在的样式 同时更需要保存 旧有构造材料 建筑技术与工法 如同徐玉健教授 希望保留火灾过的残疾 未来这些 会被一般人忽略的细节 台北行物所观社群历史脉络 才会被展现出来 被更多人看见